在鐵板上煎得 自知作響的蔥油餅 傳來陣陣鋪鼻香 瀰漫在小小的巷弄間 這是阿大在上海 賣了34年的老味道 老闆 還有幾顆呀 沒有啦 對啦 還有人的現場 有沒有請到老闆 阿大本名吳根純 因為排行老大 所以叫阿大 他每天只做300個 沒有提早來排隊的 經常吃不到 怎麼能做出 這麼好吃的蔥油餅 阿大並不吝嗇透露 從最開始的步驟揉麵 他就把油酥揉進麵團裡 像是按摩一樣 讓麵團和油酥充分混合 然後捏成一個個小麵團 做麵餅 每一個麵餅 都要包進大把蔥花 和五花肉餡 一個關鍵是麵粉 不要太硬 也不要太難 大蔥不行 蔥要細一點 最好小米蔥 包好之後 就可以放在鐵板上煎 煎15分鐘 將雙面煎了焦黃之後 再拿到爐火上烤 這道烘烤的工序 是阿大的秘訣之一 目的是用明火 將餅皮上的浮油烤乾 蔥油餅就不會油膩 而且口感更香脆 老顧客看著阿大做餅 忍不住垂涎 阿大慢工出細活 一爐蔥油餅做好大約要20分鐘 從早上五六點開門到下午賣完 顧客排隊三個小時是家常便飯 阿大蔥油餅吸引各方食客 連英國美食家BBC的主持人都聞香而來 特別介紹了這家蔥油餅 阿大蔥油餅登上BBC 紅到國外瞬間變成網紅美食 本來就要排兩三個小時才買得到 爆紅之後 有人竟然排了七個小時才買到 不過爆紅帶給他的臣民之類 是當地政府發現阿大並沒有營業執照 要求他關門停業申請證照 阿大停業一個月之後重出江湖 搬到了新紙 加裝了新設備 改造了 改造了 怎麼改造的 那有一間 他有一間嘛 爬這裡 店面換上新裝 阿大的老手藝沒變 排隊的人潮依舊 我這來了已經三個小時了 那你過去阿大怎麼走 我啊 我最起碼還要一個半小時吧 顧客等得無怨無悔 但竟然有黃牛 凌晨兩點來排隊 把一個人民幣5塊錢的蔥油餅 炒到50塊人民幣 60多歲的阿大 希望日後兒子能接班 傳承他的好手藝 再次回到 再次回到